《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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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欢迎收听本年度的神中科 耶稣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 今天是6月8日 题目是 《患有罪病之人的伟大医师》 今天经文记载在 《马太福音9章12节》 《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来文说到 愿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 看出祂极愿我们都认识祂 医治的服务 和祂的私恩座 祂期望祂的恩光 要从很多地方 照射出来 那明白昔时之 需要的主 自会安排一切 使各处传福音的 工人获得良机 以便更有效感 引起人们注意 有助于拯救人 脱离身体 和熟灵疾病的真理 堕落受苦的人类 引起了我们 救主慈念的同情 宁若 愿作祂的跟从者 便必须培养 同情怜悯之心 对人类 无患的冷漠 必须被真实 关心别人的痛苦所除代 寡妇 孤儿 有病 和垂死之人 总是需要帮助 这个乃是一个全阳福音的机会 希伯来书高举耶稣 他是众人的盼望和安慰 当受苦的身体得了救助 你亦都对受苦的人 表示了真实的关心 心门就闯开了 你便可以将天上的香膏 晓伴其内 你若正是仰望耶稣 从祂摄取知识 力量和恩典 便能够将祂所赐的安慰给别人 因为分位师与你同在 你会遇到很多偏见 虚假的热心 和不表的虔誠 但不论在国内 或者国外原地中 你亦都会发现上帝一直 在很多人心中预备真理的种子 过于你所想象的 他们会用喜乐的欢呼 欢迎所传给他们的神圣信息 很多人受着心灵疾病的痛苦 远远多于来自身体疾病的痛苦 他们得不到解脱 直到来到生命的源头基督面词 罪的重担 及其不安不满的欲望 大多是罪人所受病苦的根源 基督是患有罪病之人的伟大医师 这些可怜的受苦之人 应该对祂有更清楚的认识 正确地认识它就是永生 他们需要受到忍耐 慈爱又狠切的教导 好知道如何闯开心灵的窗户 让上帝之爱的阳光照尽来 令人满足的喜乐 会令心自有活力 使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记载在健康免言 原文501-502頁 今天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如何必须要我的 在身体和灵魂 两者之间做出医治的选择 我会选择哪一个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 来 来 来